看看新闻网 还有就是你和谁在一起 所以这两派旅行 用两个形容词来说 一边是欢天喜地 另一边好像有点 不欢而散的意思 看一下 来到山上烧烤的刘烨 牛奔和秦翰 虽然遭遇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可是这场特别的野餐派对 让所有人尽兴而归 可另一边 格格不入的曾磊组合 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我去走一走 那个旧城 旧城好 好吧 那我回去就睡觉 每天一定要睡午觉的 雷爷爷吃过午餐 就抛下大哥 自个儿睡觉去了 形单影只的曾爷爷 只好可怜巴巴地 拨通了调副刘烨的电话 曾老师 我跟你说 你不理我了 我现在知足灵地你知道吗 曾爷爷一上来 就是一痛诉苦 刘烨接到电话 也是各种不知所措 我现在告诉你 我来找你 好 我现在坐船来找你 好好好 你知道吗 好好 我们一起回来 好 OK OK 你等我 好好 OK 拜拜 拜拜 自己玩得不亦乐乎 另一队却落了个不欢而散 刘烨别提有多自责咯 就在这时 牛本给挑夫支了一招 回去咱们不要太宣扬 今天过得这么好 对 不要说今天 咱们说今天下雪 什么那个做烧烤 根本斜的湿了 把那个烧烤的火点不着 之后就大家将就一顿 所以咱们说特别惨 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接下来就要看几位爷爷们的 言计如何了 我顾客一定在那边 你知道吗 还好 还好你没有来 还好你没有来 我们都在碰到大雪 我们本来烤肉和火都点不着 爬上去 没有 有一段是坐 他们那个缆车 有一段是需要爬的 那谢了 那不要改 我再怎么谢 约了新天地 爷爷们都有好演技编辑报道 爷爷们在前真的是挺快的 这个故事可以很长很长 对 我们可以一直持续地看下去 谢谢